斗破苍穹正在热播中 斗破苍穹是有小说改编而成的 虽然有很大的改动 得到很多援助的吐槽 播放量还是不太低 有很多观众期待后面的表现才会看下去的 没想到剧组竟然用一个陶瓷娃娃充当魔兽 这个魔兽还很厉害 它会释放毒气 会使人产生幻觉 来斗黄强者也不能抑制这样的毒气 剧中云运就中这个毒气 本身它身为斗黄来 这个毒气都防御不了 最后还是无垒消炎救了它 这个魔兽剧中还做简单的介绍 名为细食兽 可以释放毒气来保护自己安全 细食兽喜欢的食物 竟然是吸脚燃烧的气体 由于云运的发三是一个吸脚 才使云运和消炎得意逃生 编剧的想象力是真丰富 竟然想出来气实兽 还用陶瓷娃娃做的剧 剧组是真有钱呢 在远中那么多的魔兽中 可都没有这种气实兽 我看着编剧比天残土豆都厉害 哈哈哈哈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 请在下方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